快看这个老六 居然浑穿成弗丽莎 你的废话太多了 多多利亚经过半个月的寻找 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时间穿梭机 这就是时间穿梭机嘛 看上去有些年代了 算了 现在回去 让莫娜卡送大总部分析吧 莫娜卡是这个宇宙中最优秀的快递员 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次错 她今天接受了一项艰巨的任务 将一盒录像带送到冰之心 这就是古拉送来的录像带 我倒要看看里面有什么 多多利亚 播放 N 你聋了 忘记 我把多多利亚留在地球了 那个谁 你来播放一下 福利萨大宝 您是在叫我播放吗 废话 难道我叫鬼啊 卧槽 这果高打的 没谁了 古拉竟然安装了监控 而我杀父祭天这一举动 正好被古拉给看了个正着 不过我现在已经不是穿越来的时候了 就算古拉常态战斗力有4.71 最终变身也最多两倍战斗力 对我福利萨根本够不成威胁 古拉 来了 来就来了吧 杀意是为罪 图万极为雄 图的万中万 极为雄中雄 福利萨哟 我的好弟弟哟 你居然做了我最想做的事情 你说大哥我该如何感谢你呢 你想做却不敢做的事情而已 我福利萨何惧之友 倒是你 这么多年了 依旧没有丝毫的长进 战斗力居然只从4.71涨到了5.1 很是让我失望呢 福利萨哟 看来你很有仔细啊 难道你不知道 我还能变身一次吗 你 你什么时候长高了 古拉一脸的不敢置信 因为冰冻恶魔一族 一旦成年除了变身以外 是不可能改变身体形象的 更不可能长高这么多 要打就打 废话那么多干嘛 横小孩子的巴西 好 好 好 我说你那来的低气 原来你的实力变强这么多 不过 这一切都是突漏的 福利萨 你成功地挤怒我了 你的废话太多了 大 福利萨 你就死 我以为我亲爱的哥哥 你有多么的厉害 原来是个种看不中用的废物 这种程度的攻击 塞亚人都能够接得住的 变身马 我给你时间 我要让你死的心安理得 古拉愤怒的眼神里 已经可以喷出果叶 但他依旧没有放弃 这次变身的机会 他低估了福利萨 也高估了自己 这一刻 他极度恐惧死亡 当初看到监控画面后 古拉的眼睛立刻就是一亮 他突然发现 福利萨这样的偷袭他也可以做 而且会做得比福利萨更漂亮 既然认定了福利萨 就是偷袭了库尔德王 而不是实实在在地打赢了对方 所以古拉才敢就这么杀了过来 现在 他不敢再小觑福利萨 因为福利萨确实有杀死他的力量 你会后悔的 哈哈哈哈 你一定会后悔的 我后不后悔你还没感受到 但是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后悔废话那么多了 福利萨 10秒 因为某种原因我愿意再给你10秒的时间 如果你无法完成变身 那就去死吧 对了 哪怕你变身后 依旧难逃一死 福利萨 我要让你畅野畅被认痛鞭的嘴 福利萨 15亿的战斗力吗 也不过如此而已 最硬的福利萨 你笑不出来了 很快 很快你就能去见咱们死去的蝶了 福利萨 爽鬼套套 可是打不应我的我 那样高速的一动 非常的小好体力吧 我看你能承导即逝 古拉 今天就让你看看我最强的底牌 你很幸运 你是头一个见到的人 福利萨的气息很快就已经来到了24米 古拉 这就是我的底牌星辰变织三合蝶了 什么万一 三合蝶是个什么鬼 是不是觉得自己没有文化 听不懂了 让我来告诉你吧 三合蝶就是让我的战斗力翻三位 虽然没有借王权那么随意 可以使用几十倍 但是星辰变却是没有借王权的副作用的情 持续时间很久 久到让你怀疑人生 颤抖吧 古拉 你可以去见库尔德了 古拉瞬间猛逼 他这一次是真的没看到福利萨 福利萨也有点猛逼 他刚刚只是想挪一家垫血的 结果呢 他来到了一片陌生的环境中 这你马不是借王神谢恩和他的仆从基德吗 这你马 老子怎么跑着来了 现在还不是和他们接触的时候 这两垃圾高傲的一批打死 他们又会破坏剧情 溜亮溜亮 你好再见 福福福利萨 你该死 你该死呀 行 面对24亿的福利萨 古拉的结局已经注定了 你叫啊 你叫得再大声也没有人听得到的 你叫得再大声也不可能超过我的 福利萨大王 我听到了 这一次肯定没有人能听到你的叫喊声 你叫啊 你继续叫啊 福福利萨大王 我还活着 我哈哈哈哈 福利萨啊 福利萨 你是想要小四窝 然后后起成窝的十里吗 这该死不死的基底货 脑子是进水的吧 福利萨 你给我取死吧 新人能量不 不不不 福利萨 福利萨 防果我 我是你的哥哥 福利萨 居然进入了黑洞中 也不知道古拉到底是死是活 刚用力过猛了 居然没有直接将古拉斩杀当场 大意了 算了 就算不死 这货也永远不会是我的对手 只要他再敢跳出来 大不了再灭一次就好了 刚刚 他第一次使用星辰变后 居然一用力就跑到了剑王心上 这一点让福利萨很是不可思议 他能够感受到 围绕在周身的星芒 不断进入他的身体 福利萨有一种猜测 那种星芒 就是所谓的神之力 如果这种神之力 是可控的 福利萨只会毫不犹豫的全部效能 但是 这些星芒进入体内后 居然在排斥他的灵魂 就离马离谱 难道 是因为我的灵魂不是这个世界的 所以神之力才会排斥我 福利萨大王 求求你饶恕我 救救我 福利萨这时候 倒是有点好奇塔格马这个人 这属性有点强啊 居然这都不死 这时候 福利萨也没有心思地杀他 俗话说得好 可一可再不可三 福利萨已经杀了对方两次了 再杀第三次 就有点不大人了 嗯 没错 就是这样的 既然塔格马没死 而且被我杀了两次 依旧称呼我为福利萨大王 其中心还是可嘉的 将宫殿给恢复了 下一次我回来的时候 要见到一座更豪华的宫殿 现在任务就是搞清楚灵魂被神力排斥的事情 本来问神龙应该是最快的方法 不过刚刚已经去过一次戒王神戒了 也记住了戒王神西恩的气息 干脆去问问对方好了 对方说 对方说 对方说